在湖南农村给爸爸过70岁生日 都在吃些啥 今天是爸爸70岁的生日 妈妈的厨师朋友大早就来了 爸爸跟妹夫讨论家门口修路的事情 我们四个去镇上拿生日蛋糕顺便缩粉 听说这是我们镇上的网红粉店 蛋糕是昨天来订好的 12寸148块钱 回到家厨师在做扣肉 倒半瓶可乐 两瓶啤酒 把肉捞出来放可乐里面泡一下 再放油里面炸一下 切片放辣椒 上锅蒸熟 其他的配菜也准备好了 辣椒是永恒的王者 宋水老板也到了 他们也是爸爸的朋友来看望一下爸爸 勤劳的妹夫眼里总是有活在搞卫生 木耳焯好水了准备做盒菜 先放油 蒜 辣椒炒一炒 再放胡萝卜 木耳 红薯粉炒熟就可以了 这几年我家很少办事 但我妈都在很认真地吃齐 爸爸生日这次 是时候让我妈拿回属于她的一切了 结果我妈嫌麻烦 只想小搞一下请几个自家的叔叔伯伯 所以该拒绝的还得拒绝了 我今天的任务是负责收发红包 人家给我一个大红包 我就回一个小红包 小红包里面就二十块 浅浅的意思一下 很喜欢厨师的这件衣服 这时候重量级嘉宾出场了 爸爸赶紧出门迎接 先跟表舅我握手 这位身穿蓝色长袍的 是本次聚会的榜衣大哥 我们叫旧外公 也就是我奶奶的弟弟 伯母搀扶的这位 身穿红色小青心碎花棉袄的 是旧外婆 旧外公对爸爸本次受伤 表达了最诚挚的慰问和关怀 我爸今天这个香钻的小粉帽挺可爱的 妈妈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买的 一个是真敢买 一个是真敢带啊 这个红包的字写得太潇洒了 每次我给他们回红包 都不知道要说哪句客套话比较合适 做红烧鱼了 先把鱼炸一下 放大蒜辣椒一起炒 出锅 接下来是腊炒猪脚 腊炒牛肉 蒜辣肥肠每次都很受欢迎 堂叔也到了 再说爸爸那天出事的情景 不过爸爸完全不记得了 火辣辣的长寿面也做好了 铺上桌布 准备开餐了 美妇给每一桌放一瓶酒和一瓶饮料 上长寿面 团子和扣肉一起蒸的 上团子 妹妹分发团子 今天总共只有五桌 这扣肉还得翻过来 非常考验技术 最关键是太烫了 这一碗翻得挺不错 上扣肉去了 淮山红枣炖排骨 墨鱼红枣炖猪肚 菜上齐了 今天一桌十二个菜 菜上完了 轮到我和妹妹的演出时间了 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 吃完饭还要给客人们铺席的 以前是一袋子零食 现在改成了一个小红包 也是二十块钱 父母生日都是女儿来负责 这个铺席的费用 大家吃得差不多了 我们几个也来吃一点 给大家表演一个吃扣肉 我从小就喜欢吃 两口吃完一块 再来表演一个吃团子 今天蒸的还不够软 这是甜口的 泥粉里面放了花生 红糖 最特别的是还有刺梨质 刺梨浑身是刺 采摘很不容易 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地上 用脚磨一磨 八次弄掉就吃 只能浅浅地咬一口 因为里面还有毛 这么难搞的刺梨 用它打枝 真是难以想象 到蛋糕环节了 给爸爸戴上生日帽 爸爸戴上这个小粉帽 真的很像奶奶 爸爸一上来 就直接把蜡烛吹了 还没来得及唱歌和许愿呢 就外公吃饱了 来跟爸爸告别 给大家分蛋糕吃了 爸爸那一辈的人 基本都不吃太甜的东西 弟弟送了一圈 这一块还是送不掉 妈妈跟阿姨们唠嗑 爸爸跟叔叔们唠嗑 接下来请欣赏 姐弟三人的疯狂洗碗表演 妹妹说我这几年变勤劳了 以前回来啥事也不干 主要是妈妈现在干活很吃力 而且为了拍视频 我也必须拼了 收拾好送爸爸回医院了 大家叮嘱爸爸好好养伤 王子请上车 离开前来自哥哥给弟弟的叮嘱 妹夫给爸爸系好安全带 我们出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